讓各位瞭解 其實你如果想要瞭解 什麼叫視覺化的呈現方式的話 你可以查一下心情平台 然後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個人薪資比較的話 比如說你一年領多少薪水 假如說你一年領48萬好了 然後你要跟全部的人做比較 按確定你會發現 他這邊就告訴你說 你如果一年假設薪資有48萬的話 你站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是在中間的地方 有沒有 低5的位置 OK 那如果說你一年 假如說你一年有佔有100萬的話 哇 其實已經算是在低8.5的位置了 那如果你要低9 就是最前段的10%的話 你一年要至少是1百 這個115萬以上的話 在台灣算是前段班的位置了 OK 所以你未來 你希望你是在哪一個區籤 可能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還有呢 行業 每個行業呢 行業別其實也會差蠻多的 像什麼呢 這個什麼行情 如果你想知道不同行業別的話 比如說像隨便選一個 教育業好了 按確定 這邊其實也有一些有沒有 你會發現啦 這個是金融保險 哇 這麼高 有沒有 製造業 那最差的是哪一個 礦石才有 這電器算相對高的 但是也有一些 其他還有像你要比較的話 猜猜看 勞動報酬 到底誰比較高 比如說 假設我現在處的在這裡 教育業吧 然後呢 跟哪一個行業比 跟隨便比 跟金融保險好了 按確定 你會發現 他會告訴你 平均薪資 勞動業 報酬的話 一個月薪資是三萬八千兩 不是 跟隨你講 應該是一年喔 這個年薪喔 年薪是三十八 可是你看喔 人家金融保險業喔 一百二十九萬多 哇 為什麼差這麼多 所以以後真的喔 你要入對行 難怕什麼 女怕嫁錯 難怕入錯行 對不對 所以真的 行業別的選擇可能也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新型平台裡面還蠻多 甚至他還有一些動物 我覺得他做的還蠻用心的 哪些是薪資報酬 這個是不是 這個應該算是 這個是不是呢 這個應該不是 有沒有 他就不是要放這裡 其他福利金是不是 這也不是 所以應該放這裡 有沒有 這個加班費也是 有沒有 年外這還蠻好玩的 他還有遊戲讓你玩 OK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這個有關薪水 當然你們有些同學已經大四大五了 因為快畢業了 趕快先做好 先了解一下 另外還有那個 104人力銀行上面也有 你的那個科系畢業 大概一個月拿多少薪水 那到哪些行業 其實他也都有統計資料 OK 所以我是建議 如果你畢業前 可以稍微做一點點功課吧 這個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主要就是說 這個網站 我覺得他做的還蠻好 是說他幾乎都用很多的那種 視覺化的方式 讓你知道說 你到底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是 他用那個散步圖 讓你知道 而且上面這邊還有一些 雇佣條件的等等的 然後底下有一些相關數字 其實算起來還蠻一目了然的 OK 所以這個剛剛是關鍵 就是薪勤平台 薪水的薪 薪勤平台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下載資料 除了說我們剛剛那個方法之外 下載資料的方式 像我們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我是什麼 我是先到台北市的開放平台裡面 去找什麼呢 找那個竊道兩個字 然後找到的話呢 就會找到有個住宅竊道點 那我們是什麼 直接點這個下載 他就直接下載 但是特別注意 除了用這個方式之外 那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直接乾脆 讓我直接在Excel裡面 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就好啦 這樣的話 我就不用每次都點 然後下載再開起來 而且開的話 有時候還要存檔 因為下載是CSV檔 那有沒有方法呢 可以直接針對這個檔案 就直接幫我放到Excel裡面 其實是OK的 但是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 如果我今天不下載 檔案直接在Excel開的話 該怎麼做 第一個動作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還是要找到你要下載的東西 第二個的話 差別是說你找到下載這個位置 不是點左鍵 記得差別的話請你點右鍵 特別注意 剛剛是點左鍵嘛 他就直接下載下來了 那現在的話記得是點右鍵 OK右鍵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什麼 複製連結網址 關鍵來了 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是需要 這個檔案 他放在網站上的哪個位置就好了 那我接下來 我如果要把它在Excel下載的話 特別注意喔 有個方法 我不知道各位沒用過 直接開啟Excel的時候 請你我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比如說我把它直接 工作表2 然後如果要下載它的話 特別注意要知道有個功能在哪裡 資料 資料裡面的話 各位沒有看到 資料裡面有個 從網路上下載的話 取得方式 從什麼 從文字 文字就是TST 還有從什麼 從CSV 那其實從文字跟從CSV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 文字檔是點TST 那CSV是負檔名點CSV 差別在這裡 其實內容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如果我要取得它的話 請你找到這個功能 然後怎麼樣 把剛剛複製到的連結網址 把它貼上來就可以了 我做一次給大家看 1 先把它從這邊按右鍵複製連結 2的話 切到Excel裡面開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然後把它直接點選這個 從文字 CSV 這個 接下來它會跳一個視窗 問你說 你那個檔案在哪裡 當然特別注意 你可以從你電腦裡面找 或者從網路上找 那怎麼找 直接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 這就一串 這麼一串亂碼 它其實它有一個結構性的 這個結構前面一定是HTTP 它是HTPS 也就是說在哪裡 在Data.Type 這個網站上的某一個位置 什麼位置 其實後面有一個問號 問號的話就是傳遞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 什麼參數呢 ID ID就是編號 等於後面這一串 所以其實理論上 它的編號就這麼一長串 OK 就這一串 那我接下來 貼上之後呢 直接按開始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 它會先跳一個視窗 然後呢 它問你說要不要連接 當然就直接把它連接了 OK 好 連接過去了 接下來的話 它問你說要不要把它下載下來 等一下 它怎麼跳這個訊息 這個跟新的版本跟QA的版本不太一樣 就貼上 這個可能要改說檔案還是什麼 把它先開啟 嗯 怎麼直接就開啟 那還是說我把它 它跟這個之前的舊的版本好像有一點點差異 選取的話 理論上做好的我先demo一下 其實你可以把剛剛的功能做成一個按鈕 以後就按一下 自動就從網路上下載了 那只是說舊的版本 之前的版本是直接的 從這個CSV就可以下載 那新的版本好像它這跟功能稍有差異 那本其實它那個功能稍有不一樣 那如果我現在就是 網路上我有貼一段這個程式嘛 那其實基本上 新舊版本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那主要這邊程式 我是 那這個也是從那個 之前舊的版本裡面 用錄製聚集所產生的程式碼 那裡面的話特別注意 以後這一段程式碼 你可以拿來當範本 也就是說 這個範本以後可以萬用的 就是大概結構都是一樣的 差別的話 就是你把有一個部分的程式 稍微變更一下 哪個地方 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有個https 它的網址就是這一串 那如果說將來你的網址變更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網址變更 把它什麼 蓋掉就可以了 就換一個地方了 所以特別注意 那待會也許 你可以這個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 所以又把這個把它mark起來 如果將來你要拿這個當範本的話 那第二個的話還有哪裡呢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它叫 Test File的什麼 Pattern Phone Pattern Phone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平台表 但其實它意思就是它的語系的問題 也就是說呢 特別注意哦 如果它裡面 假設你下載的資料 是用的是Big File 就是說用那個微軟的這個產品所做出來 那950絕對不問題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用同樣的方法 你把950去下載剛剛像我們那個什麼 股市資料的話 你下載下來的話 那就會是亂碼 那怎麼辦 其實有個方法 你只要把950改什麼 改成65001就可以了 65001就是UTF8的編碼 編碼的那個編碼方式 所以這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 一起拿這個當範本好了 然後底下的話 可能還有這一行也要了 這是什麼 Comma就是什麼 它是不是用豆點做分割 是 因為你會發現 例如你把它下載 剛剛這個地方按右鍵 把它打開的話 按右鍵 你用那個 這個記事本打開 你會發現 它的資料跟資料中間都是Comma 就是豆點 有沒有 所以CSV實際上是文字檔 只是說它中間是用豆點 當成分割的符號 所以這個地方 大家兩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其他都一樣 OK 所以我們可以拿這一段程式 等一下也拿來當範本 複製之後的話 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我們的這個模組裡面 把它貼上好了 OK 然後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我在旁邊 再增加一個按鈕 有沒有 插入一個按鈕 然後按鈕做完之後的話 把這資料先刪掉 OK 就留空白的 如果我執行它的話 當然我主行來跑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第一行當然 我這邊已經寫了一個叫 Sales點Clear 這什麼意思 Sales指的是 有點像 點這邊一下 所有 Sales指的是所有的儲存格 就是這個工作表的所有儲存格 點Clear意思是什麼 來幫我清空 也就是我剛剛錄 假如說我剛剛裡面有資料 那如果我執行第一行會怎麼樣 把舊的刪掉 OK 那第二個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 幫我去網路上抓它的文字資料 那網址的話就是這裡 就後面這一串 那Distination就是說 那幫我存到 這個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 A1儲存格 OK 那底下的話 它的編碼方式 幫我用那個Big5 然後是不是用豆點隔開呢 4 那Refresh的話 被Crown Query 就是在背後幫我把資料抓下來 預設不是啦 所以它會跳 但你可以把它改成True 它在背後抓資料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連到網路上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 就直接把這個網址上面的資料 直接就抓下來了 有沒有 OK 那這個住宅切到 那你想說 老師 如果你要改一個 比如說要抓別的話 其實很簡單 假設我們剛剛不是有抓住宅切到按鍵點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其他的 比如說汽車的話 也很簡單 只要把這個下的按右鍵 再複製一下就可以了 貼哪裡呢 貼在 比如說這個程式 假設我這邊再改一個 比如說 那個這邊改成汽車好了 那汽車切到 這邊就多一個汽車 然後呢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什麼 把這個汽車切到點位資訊的網址 複製一下 再來怎麼樣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特別注意 HTTP 一直到後面 雙引號的前面 先可以delete掉 留這樣子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位置上 不要貼錯了 OK 貼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其實它就不用改 因為如果汽車 它應該也是950的 然後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的話 汽車就有沒有 汽車切到點就下來了 但是 如果你現在是抓什麼 抓那個個股 比如像剛剛我們有抓那個 還有一個是抓那個什麼 這個 上市公… 這個 剛剛這個盤後 那當然如果說 你直接抓這個 它的網址就這個 CS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那一樣 你可以怎麼樣 那 假如我拿這個來改 假設 再把它貼上 OK 當然你其他地方 這個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這個… 股票下載之類的 OK 那但是 如果你現在執行它的話 我把它開一個新工作表 你會發現 它下來的是什麼 亂碼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這邊改多少 65001 再試一次 其實我… 試一下 應該記得是65001 如果不是的話再查一下 有沒有發現 如果呢 我希望它 直接下載到Excel的話 那直接怎麼樣 把Pattern Phone 這個後面的數字 記得改多少 65001 你會發現 改完之後 再執行 這邊的資料有沒有 就不會是亂碼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利用那個什麼 VBA 其實這個也是用VBA方法 那就不用那麼麻煩 還要點一下下載令存等等 都不用了 直接就可以完成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一段程式碼 我記得 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自己再找一下 在第7頁的地方 畫面還給各位